终在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权臣,他们位籍人臣,权倾朝野,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,皇帝在他们面前也是俯首帖尔,其中,最为我们所熟悉的便是曹操,东汉末年,曹操虽贵为丞相,但仍携天子以令诸侯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,最后,曹操的儿子曹丕,凭借曹操打下的基业,篡夺了东汉的政权, 建立了三国中最早成立的国家,魏,在元朝,也有一位权臣丞相,他做得比曹操更绝,娶皇后为妻,霸占四十位公主为妾,身体透支而亡,元朝这位丞相。 他在前期是青年才俊,雄才大略,干出了一番大事业,但他在后期完全迷失了自我,在当上丞相后,全是滔天,完全迷失了自我,不仅娶皇后为妻,还将皇室的几十个公主纳入后宫,最后身体透支,死在女色之上,他就是元朝的权臣丞相燕天末,元朝皇位更迭很快,继承制度混乱, 有把皇位传给兄弟的,也有直接传给儿子的,这两种继承制度交织在一起,注定能引起朝堂的腥风血雨,燕天末从元武宗时期就在宫中任职,一开始只是宫中的一名小侍卫。 凭借父亲的地位,和自己的军事能力,最后成为了掌管宿卫军的重臣,元武宗在位时,就定下了自己去世后,把皇位传给弟弟的规矩,但是元武宗有个要求,就是自己去世,可以将皇位传给弟弟元仁宗,但弟弟死后,要把皇位再传给自己的儿子。 可惜的是,这样的约定一般都是不生效的,元仁宗已经坐上皇位,怎么可能会把江山再拱手让人?元武宗却十分信任弟弟,他死后,还是元仁宗继位,为了阻碍自己的亲侄子继承皇位,元仁宗直接将他调到云南做亲王去了。 元仁宗去世后,也没把皇位还回来,直接让自己的儿子元仁宗做了皇帝,元仁宗怕是没有皇帝命,刚做了没几年,皇帝就被刺客杀死了。 元仁宗死后,他的儿子太定得继承皇位,可惜又做了没几年,皇帝也死了。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燕铁末找准了时机,准备拥立当初元武宗的儿子和世子继位,可是,当时的大臣都认为应该有太定第二子继位,燕铁末便暗中联系元武宗的儿子怀王,意图发动政变,燕铁末是蒙古人,出身于清查氏,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蒙元的大将军。 多次立下了大功,他年幼的时候就很是聪明,成年之后,由于他父辈祖辈的功勋,他得以入宫侍奉皇帝当时的元武宗贝尔纸巾,海山见他长得魁梧雄壮,就让他做了晋身侍卫,这一做就是世几年,特别地受皇帝喜爱,到了仁宗皇庆元年的时候,燕铁末承袭了父亲的职位,担任了所谓亲军的指挥使,自此就开始他的全臣之路, 在元太定帝继位之后,燕铁末又因为资格很老,就被提拔为淑密院士,于是燕铁末在朝中的能量越来越大,到了公元1328年的时候。 太定帝驾崩在上都开平府,这时的他只有36岁,等到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大都之后,燕铁末经过仔细的考虑,决定联合公主查吉尔等人,直接掌控朝廷,用武力逼迫百官臣服,把反对他的人全都关押起来。 等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后,他就派人去到江陵,去接元武宗的次子图贴穆尔回来,之后用力他称帝,按照宗法制的规矩来讲,皇帝的位置应该是元武宗的长子合适的,但是因为他之前发动过叛乱,从而被流放,元武宗驾崩的时候还在外流放途中。 因此,皇位只能与他无缘了,这个消息刚刚传回上都之后,就令元先泰定帝的新副左丞相道拉莎等人坐立不安。 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后,决定拥立泰定帝的儿子阿苏吉巴维帝,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,完成登基大典之后,道拉莎开始向大都发起猛烈的进攻,并且亲自下场指挥大都亲为作战。 史书上有名的两都之战就是说的这场战争,燕铁墨得知道拉莎打了过来,立马亲自率军迎战,勇猛无敌,带领军队势如破竹地打过去,很快就剿灭了那些赋予顽抗的假政权。 之后,元文宗就封燕铁墨为中书又丞相,知书密院士,封继为太平王,还赐予世代免死的名号。 不久之后,元武宗的长子和氏返回大都,按照元先的承诺,元文宗会退位,然后让和氏登基称帝,成为元明宗。 而元明宗继位后,对于燕铁墨掌握了巨大的权势心声不满,于是他开始派遣自己的人到朝中各个部门,并且疏远排斥燕铁墨一派官员,想要架空燕铁墨的权利。 但是在半年之后,在南巡的过程中,元明宗却突然暴毙了,这就很是奇怪,人们都怀疑是燕铁墨杀了他。 但朝臣们又害怕后者的权势,只能保持沉默,这样之后,元文宗复位,但是他却越来越恭敬燕铁墨,甚至不敢大声地对他说话,燕铁墨重新掌握了朝政,挟持了皇帝后就开始沉迷美色,根据史书的记载,元文宗复位的时候,是将太定帝一众后妃安置于安东州,永远不能回去的。 同时由于此事重大,元文宗就派遣了燕铁墨亲自去护送,未曾想到燕铁墨竟然对太定帝的后妃垂先已久,在途中竟将他们尽数纳为妻妾,而元文宗和蒙元宗氏却害怕燕铁墨的权势。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最终还将其封为了王妃,就这样,一朝皇后却变成全臣正妻,实在是可笑至极,燕铁墨的女人多到什么地步呢? 对此一些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,后方充斥,致不能进食,女人多到认都认不全,她每日荒淫无度,奢侈至极,俗话说得好,欲让其灭亡,必先让其疯狂。 燕铁墨渐渐沉迷于女人的温柔香,每日饮酒作乐,朝堂正式全部抛之脑后,即使如此,燕铁墨的权势也并没有改变,朝堂早已成为了她的天下。 原文宗死后,将皇位传给了哥哥的儿子。 但是燕铁墨为了继续把持朝政,扶持他年仅七岁的儿子上位,名为原宁宗,可是,这个小小的皇帝仅仅坐了四十三天就去世了,原宁宗去世,燕铁墨渔服原文宗儿子上位,但原文宗儿子不肯认为应该听从父亲的遗诏,迎接明宗长子继位,然而,明宗长子早被流放, 于是,燕铁墨亲自迎接他回京,燕铁墨见到明宗长子后跟他说明来意,但明宗长子因为惧怕燕铁墨的势力一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,燕铁墨对他产生猜忌,怕继位后追求起明宗死因。 到时候,自己怕是要命丧皇权,于是,他为了阻碍他登基,耽误路上时间迟迟不达京城,延期六个月,燕铁墨早就动身回京,这六个月,皇位空悬的时间里,他自己暂待朝政,可笑的是,燕铁墨把持朝政,荒淫无度,纵于过渡,最后居然死在了女人身上, 他死后,明宗长子才得以回到京城继位,名为元惠宗,原始演义是在原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,但是从燕铁墨的对话也可以看出,他这个人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,那么为何燕铁墨敢这么嚣张呢? 从上面燕铁墨的举动,就可以看出他非常狂妄,狂妄到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,而燕铁墨之所以这么嚣张,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权力很大,另一方面,他的资格也非常老,都说三朝元老很厉害,燕铁墨却可以算得上是十朝元老,众所周知,元朝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朝代,仅存在不到一个世纪, 最大的短板就是一直对外征战,没有加强中央集权统治,除此之外,元代在皇位的继承上是父子之间的传承,而是兄弟之间继承地位,通常一个皇帝会有好多兄弟,这就导致元朝权力的争夺空前的激烈,燕铁墨的故事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,权臣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,往往是因为统治体系的弱点和腐败, 他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称雄,除了个人的权谋手段之外,也与当时元朝政治机制的弱点,皇权的不稳定以及朝廷内部的腐败密不可分, 这使得他得以利用这些弱点,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权力,燕铁墨的覆灭同样是权谋的必然结果,权力过度集中,荒淫生活的腐蚀,最终导致他的身败名裂。 他的一生是一个鲜明的例证,说明权力是一把双刃剑,需要谨慎对待。 在当今社会,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故事中汲取教训,避免权力过度集中,防范腐化的发生,构建更加健康、清明的政治体制。 总体而言,燕铁墨的一生既是权谋的璀璨篇章,又是权力腐化的沉痛教训。 他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,引发人们对于当今社会权力运行和个体道德建设的深刻思考,通过对他的故事的审视,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权力的危险性。 为建设更加公正,健康的社会制度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